冬至吃饺子 张仲景是东汉时期的名医 他的医术很高明 不管什么病 他都能守到病处 妙手回春 人们都称他是医圣 有一年冬天 张仲景从外面行医回家 一路上寒风刺骨 雪花飘飘 他看见一些穷人 由于没有钱买衣服 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 很单薄 身上脸上都生了洞窗 不少人连耳朵都冻烂了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张仲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回到家 还惦记着那些冻烂耳朵的人们 他想用自己的医术来帮助他们 他带领弟子 在东关的一块空地上 搭起一个大棚 举起一口大铁锅 把羊肉 辣椒 和一些驱寒药材放进锅里熬 等熬好后 又把它们捞出来切碎了 用面皮包成一只只像耳朵一样的东西 再放进铁锅里煮 煮好就可以吃了 这是一种可以制冻伤的药 张仲景给他取名叫 驱寒胶耳汤 冬至那天 大棚前聚集了很多人 张仲景分给每个人一大碗汤 两只胶耳 人们吃下胶耳 又喝了驱寒汤 只觉得浑身发暖 两耳发热 更让人称奇的是 那冻裂的耳朵不出半月都好了 后来 每到冬至这一天 人们就仿着胶耳的样子 做成食物来吃 胶耳也渐渐变成了 今天人们常说的饺子 人们还说吃了冬至的饺子 就不会再动耳朵了 谢谢大家